今年夏天,76人和詹姆斯、莱昂納德都传过绯闻,但最终并未签下任何一名大牌球星。 今天接受采访时,乔尔恩彼得表示,自己并不真的在意球队能不能引进强缘,因为他更相信自己。 当赛季结束后,有很多关于我们引缘的传闻,而我并不十分在意这些事情,因为我想要变得更好,想要变得比他们提到的那些人都好。 如果说我现在还没强过他们的话,这就是进入休赛期时,我想要传达的信息,打出一个健康的赛季,随心所欲的发挥,这是我的目标。 我以为我们有机会得到乐布朗,恩彼得补充道,我是一名球员,一直觉得这种事不该我来负责,我不想参与管理层的事情。 我一直觉得乐布朗在决定自己去哪儿这件事上,不需要我来帮忙,该去哪儿就去哪儿,我们有一群很棒的球员,很多人都留下了,上赛季我们赢了52场,随着威尔逊千德勒的加入,下赛季还会赢更多,另外我预计马克尔·富尔茨也能找回自己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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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